5月20号上午 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 现在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副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 马上就要开始 严总统与总统当选人蒋经国先生一起步入会场 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典礼开始 全体够立 第五任总统就位 现在 典礼就主持的位置 现在演奏开阁乐 唱我歌 第五任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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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严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监事人 监事人由司法院院长 兼大法官会议主席 戴延辉先生担任 第六任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现在第六任总统当选人 蒋经国先生 走到宣誓就职典礼 第六任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第六任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现在蒋经国先生 与右手 是以资贞 向全国人民宣誓 与别征受宣誓 群众责务 正经人民福利 包卫国家 服务国民福徒 示威事业 与这国家年龄的指责 今时 全人人 蒋经国 中华民国 六十七年 五月二十月 蒋经国先生 全独事与完毕之后 在场全体人士都热烈的鼓掌 都热烈的鼓掌 叶经国先生 现在已经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 从今天起开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务跟权利 蒋经国先生不仅是英明睿智 有为有守 功中体国 勤政爱民 同时更是以自古圣贤豪杰的大义写称 尽忠尽孝 足为国人开模 这种志诚的毅力和大智 大人大勇的智洁 是足以代表我们中华民国的正气 和我们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的传统 相信蒋经国先生必能秉承国府 与蒋经国民党 坚持反共复活的基本国策 领导我们国人加倍努力 在既有的成就上 加速推进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开创资金 六日副总统当选人就位 现在副总统当选人谢东敏先生走到宣誓的位置 以今以致情向传国人民酸释 以必遵守宣化效忠国家 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警示 孙世仁谢东敏 中华民国67年5月20日 副总统 宣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 金世仁代言辉先生 现在也回到原位就座 总统致死 想总统金国先生 现在要宣读总统就职文告 谢谢大家 亲爱的传国同胞 国民大会受国民图统 依据宣告 依据宣法 选举金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 今天金国和谢东敏副总统 宣誉求职 宣读求职 承受了职业重则他人 执别经济职业 征受宣法 挺重责务 增加人民福利 保卫国家 保卫国家 服务国民福陀 八十多年以前 国务 以大智大人大勇的经论 领导九国九民的大年 谁在十一次距离 十次失败 在生命之旅 国民革命 神奇引人的行动 终于开启了我们 民族国兴的升级 建立了亚洲第一个 民族共和的国家 总统将功 集成国务一支 献胜革命 一身 確信 中国人要能救国持久 这非业的子女 是三名子女 非业的革命 是国民革命 我们三国同胞 就始终是 以三名子女 为行动指导 以及提供了 心与力 血与汉的贡献 完成了一个阶段 又一个阶段 国民革命的人物 今天 在功夫国大业 就更入三名子女 革命革命 道通法通的坚持 明着精神的解压 革命行动的 异着和观察 在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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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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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 新出出的人生 現在的時代 不是國人主義的時代 而是要人人貢獻智慧 能力 人人同向幸福 成功的時代 革命救國的長期 不是用新華社長的白樓 而是用血汗民術的掌針 應當把道理整理放在一切之上 應當把公眾的利益放在消耗之前 應當有一個共同的行動方向 把一切觀念和作為 結列在對國家、對民族、對同胞 虛擾向列的責任感上面 今天我們佛國建國共同的行動方向 就是要充実國家力量 增進國民生活 擴大憲政功能 確立聯盟政治 以涉嫌三民之女 光復大陸和圖 跟新主席說 第一是我們要積極充実國家力量 國力是佛國建國的基礎 今天我們要在經濟建設 國防建設上折根 更要在政治建設 社會建設 文化建設上折根 真是每一分鐘的時光 真是每一分鐘的活力 學習每一個人的智能 發揮所有經濟的國防的有型專利 和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 復興活力 成為外眾一心 堅強精勢的重提力量 第二是我們要不斷增進國民生活 我們佛興基地的經濟發展 已經掃增了國民所得的抵高 在復差距的時段 九年氣味增加 這是民生主義的取締時間 使同胞們發揮 亡人的創造軍人 和軍事性 共同艱苦奮鬥的會旺拯救 帶著經濟發展 一方面是要提高國民生活的水準 另一方面 還有後者佛國建國的力量 今天我們必須有機會的 資源的擁有 經濟的增長 國家的溫定 生活的改善 得到安定公平自由的中衡 使我們隨著國際經濟的 經濟和衝擊之下 全能基礎推進經濟建設 增加國民經濟佛資 第三 十 我們要支援於擴大憲政功能 民知自由是中國政治的道路 憲政是觀察民知自由的根本 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代價 創造了憲政的光會 這一光會 絕不允許無聲 這一根本 絕不允許動藥 並且我們還要擴大政治參與 非無自由人權 是民主自由的基礎 建築在全民意志 國家意義之上 建築在道德理性發力正念之上 建築在厚重攻擊真正團結之上 第四 是 我們要全面的確立連任政治 參與國際人人有本 人人有責 它要使每一個人的智慧 能力達行 多能貢獻於國家社會 尤其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則 多方面 多目標的 配置人在 將近人在 同時 加強社會教育 來改良社會學生 以實質的行政革新 來進行優良爭奉 是政治建設的 連與能 的功效 相互相爭 使得一個 政治 人間的 開放性社會 和艱辛的 民主政治 對 以上的行動和解釋 就是當前 設建三民主義的根本制度 我們 和興基地 一起解釋 已經整理了 只有三民主義 才能救國自救的 真理和事實 並且更加明確地 和大陸公主義政權 形成了忍耐和暴力 幸福和痛苦 光明和狠暗 大日和大日的 獎勵對比 因此 我們對於在 隨身後日之中 痛苦振折的大陸同胞 更加乖歪 我們大家必須 且重一致 且重力量 假設光復大陸 國土 解救大陸同胞 的行動 十分肯定而明白 中華民國 堅守明治正用 堅持百公立當 是絕對不為改變的 和公費的人 是絕不怠叛 絕不妥協的 而我們 對於國際政治的 基本政策和態度 是要在 外公和國的 限定之下 家家 自由國家 友好 的 道理的關係 全力進歐 也切利誤責任 而中美關係的 加強 更是我們 一關的政策 和原則 我們 甚至 中國 之力 且美國之力 中美關係 和這 統統 之力 封著 同謀之海 國際 國際 深奧 希望把公費 看作為 支援裂面 把公費 看作為 專業軍事地方 且 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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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萬歐 公費擴張的 種種相佛 必將使 自由國家 自困於 前門取福 後門盡囊 可被搜捏的 尼納眼睛之中 如果申請 自由國家 必能 及藏員之力 走藏員之策 以涉力 來挖住 侵略 以大的勇氣 來募救世界 真正的和兵 安定與繁榮 總統將功實施 一切三年 三年以來 我們由於有著 基本國策的 方向導引 有著 年前總統的 英明領導 有著 海內外傳遞同胞的 競爭團結 直列直講 終於能夠 衝破分裂 攻擊艱難 這就 真實了 只要我們 團結 再團結 奮鬥 再奮鬥 去別人當地 就是我 幫忙 今天就是我 靠你 真實 行 敬您 聽過 佛武功夫 公正以來 不日無可 不是以民主打理 革命 贊人 和國家 勇於 作為自己 小民之力的目標和自由 经过之后 在传国同胞的信任和独策之下 必当分厚精忍 精厚知能 向传国同胞以精忍告你 来面对一些宪舍战斗 以审美能端来率先国家建设目标 以牺牲奉献 小众佛乎来和传国同胞 空中创造 佛国建国大女 最后的胜利不成功 谢谢 小众佛书们 祝愿 蒋经国先生跟谢东明先生已经正式就任为中华民国给六任总统副总统 全国居民同胞无不欢欣鼓舞 全球各地的爱国侨胞以及友邦政要 以致所有的热爱自由的人士 无不为中华民国新领导中心的申请得人而祝贺 然而我们愿意在此引用蒋经国先生的一句话 目前还不是一个足以祝贺的时候 我们要走的道路还很远 在奋斗的过程中仍然充满着挑战跟冲击 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用十几个写汉来完成总裁所遗留下来的使命 让我们以无比兴奋欢悦的心情 向新就任的总统副总统致敬 宣誓就职典礼完成以后 新任总统蒋经国先生 及副总统谢东敏先生 陪同前总统严家干先生和夫人 一同走出国父纪念馆的正门 这时候国父纪念馆广场前 五万多民众中掀起了雷动一般的欢呼声 蒋总统及谢副总统 先送严前总统抗力登车离去以后 站在国父纪念馆前 向在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 和海外华侨代表们挥手致意 在四周不断响起的鞭炮声 和响彻云霄的欢呼声 蒋总统及谢副总统 步下台阶走向欢呼的人群 大家挥舞着国旗 欢呼声也更响亮 热烈的情趣达到了最高潮 一波又一波的人潮 涌向蒋总统的身前 大家争着与蒋总统及谢副总统 亲切地握手 表现了全民对国家新领导中心的 拥戴赤城 蒋总统跟谢副总统 在国父纪念馆接受群众欢呼以后 当时台北市虽然细雨飞飞 但是从国父纪念馆到总统府的 仁爱路沿途 处处挤满了热情的民众 向我们国家的新元首欢呼致敬 仁爱路的道路两旁和安全岛上 飘斩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当总统的车队 在24部宪兵机车的护卫和前岛下 沿途经过的地方 有民众和后备军人 分别组成的武龙武师等民俗游艺辅队 在鞭炮此起彼落的锣鼓声中 对国家的新元首每个人的内心中 都涌起了无比的兴奋和前进之情 伟俄的总统府在简单而隆重的布置下 更见庄严雄伟 迎接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蒋总统跟谢副总统的坐车 沿着宽敞的接受路开进了总统府 在举国上下一致的拥戴和期望之中 蒋经国先生和谢副总统 正式担负起领导我们 完成复国建国大业的历史重任 接着宽敞的历史重任